推出的校园铜板美食系列就带您到全台的第一志愿建国中学 看到跟学校就一强之隔的这一间干面店 靠着古早味卖了50年 之前还有学生为了吃它的干面还翻墙爬出校园之外 而且在过去这间店没有位子 大家就排排坐在墙边 靠着墙边来吃 形成了特殊的景象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和建中只有一强之隔 这间建中对面的干面店 古早味吸引学生一来再来 面箱四溢 建中学生闻乐根本忍不住 过了马路就往面摊跑 过去还有学生翻墙就为了这一位 大伙滚煮着Q弹面条 吸引他们的味道其实很简单 熟练的将面条瀝干 送入碗里再撒上大把的鲜嫩葱花 这碗铜板家的干面味道很单纯 却一卖50年 每天现在还是热销500碗 征服一袋袋建中人的味 翻一半之后会发现味道还蛮清淡 蛮适合我的口味 我吃了20几年了 觉得很好吃 干面店以前就在这里设摊 很多进程车问奖就把车停在旁边 但这里根本没空间放桌子 就在路旁过座过蹲去起面来 特殊景象 打响明好 把这个放在上面 东西放在上面 就坐在旁边那个 有没有一个矮墙这样子 老套来这里还要配上一碗蛋煲鱼丸汤 Q嫩鱼丸配上香滑半熟蛋 同样是怀念的滋味 好吃的特别是这个鱼丸 口味很特别 别的地方吃不到 满满的建中学生在排队 这里的黑糖刹冰也是他们的最爱 冰上加了满满四种料 只要45元 还可以无限加冰加糖 忘记一天卖个三四百碗 没问题 这边的冰就是很大碗 然后很便宜 时间流逝 青涩的脸庞变得成熟 就用学校旁永远不变的那一味 回忆再也回不去的高中时代 东森财经新闻 王冲黄富翔台北报道